2月23號早上 北京市西城區德峰餐廳發生爆燃 網傳現場視頻顯示 爆炸現場一片狼藉並伴隨農煙 救援人員隨後抬出一名中年男子 傳出至少兩人受傷 有網民表示事發位置微妙 據悉該地距離中共權力中心辦公地 中南海正門新華門非常近 並在天安門附近 習近平2月22號會見中共探月工程 嫦娥5號的人員代表 蹊蹺的是當天兩家市值超過千億人民幣的公司 航發動力和中航省飛的股市突然大跌 美國媒體《華爾街日報》最新報導 來自中國的新證據顯示 中共肺炎病毒可能從2019年11月開始 在武漢地區傳播 到12月疫情才在整個城市多點爆發 港媒22號獨家披露 黃竹坑香港警察學院被發現有中共駐港部隊人員 提供中式步操隱仗培訓 香港懲教署證實稱政計畫分階段引入中式步操訓練 香港警隊過去曾頻繁北上 前往北京 新疆學習中共鎮壓民眾的維穩手法 但香港五大紀律部隊一向採用英式步操 然而這個形式目前也面臨改變 新唐亞特電視整理報導